Hey you guys,歡迎來到田山的頻道 沒錯,我是你們田山 由於大家這次的呼聲非常高 一直問我說 田山,你是不是知道有個新的女解說 來到了CDN大師賽裡面 然後去做解說呢? 我說是是是是 你們這不就來了嗎? 有求必應 我們這次就直接請到了我們的 歹喜小姐姐來接受田山的採訪 好啦,那我們先跟我們的歹喜小姐姐說聲 哈囉,哈囉,你好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來CODM解說的 歹喜 那麼也是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大家可以在這裡找到我 OK,那麼歹喜姐姐 你當初是怎麼樣進入我們的電競環境呢? 說到這個 我就是想跟大家說 機會永遠留給在待命的人 因為當時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遊戲主播 但是因為在一場比賽裡面 一個解說臨時有事沒有辦法到場 所以我就賽事公司通過平台 找到了同誠的我趕來救場 從此開啟了我的解說之路 這是天時第一人可 那麼你以這個CODM的新解說來說 你最期待的是什麼? 我最期待的就是和各位官方解說搭檔 然後進進自己的業務能力 因為我平時會搭檔很多很多 質量參差不齊的解說 跟他們的搭檔當中有學習 但是這個學習絕對是不夠的 官方解說給到的業務能力的絕對壓制 或者能夠讓我更好的去學習 那麼你第一次解說我們就是CODM 搭檔賽的朋友 然後你是不是對某些選手比較 有個記憶點存在呢? 唯一 AG的唯一 因為第一場比賽我解說的其實不是AG的比賽 但是有一個人突然來我的微博底下留言說 可惜解說的不是我們的比賽 我當時有那麼一點猜測 但是又不太敢去認 直到我第二次排班 巧了不是 正好解說到了AG的比賽 唯一到我的微博底下留言 他說這次解說到我們了 太早那天唯一又打出了非常漂亮的 衣穿多的操作 所以我對他印象就特別深刻 原來是一個這樣子的選手 那以後應該為何更多選手 跑到你的平台上面念 你就知道好好做功課 不要認錯人了 明白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微博底下跟我互動 然後我就會做更多你們的功課 我也會有更多東西可以在解說上面去說 可以可以 好沒有問題那我們下一題 那如果你也說過嘛 就是我們也聽說你一開始一個直播 你也是熱愛了我奠近 然後你可能在直播過程突然被找到 但你在遊戲中的表現是如何 因為想說應該是打得不錯吧 還可以 但是我比起很多人 他們都是從小都有天賦 我可能天賦方面要差一些 我每一個遊戲第一次玩的時候 一定都是猜到讓人不忍直視的一個地步 從這樣一個地步一路自己慢慢摸爬滾打上來 因為也是在我粉絲群裡面的朋友們可能知道 我經常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在群裡面咆哮說這個遊戲到底是誰才贏啊 所以我是在每一次被對手的暴打當中成長的 當然我的技術也比不上我們的職業選手 或者是真正的頂尖技術類主播 如果要說我的技術還是偏娛樂類型 我的目的就是不拖隊友的後腿就足夠了 因為原來就是一個 待在後面當個志願兵幫助隊伍 這樣就可以不是主力 那我覺得也算是一個 你可以在遊戲之中幫隊友加油的一個輔助 我相信你的隊友是你的我 我相信你的隊友是你的話 應該會很開心 為什麼默默的一個小姐姐幫忙加油的話 那個火力 應該無人可打 尤其是當了解說以後 我覺得誇隊友的神仙操作 我就變得更加的熟煉了 我可以用各種各樣不同的詞 来夸到队友 这个就是好事 这个也算是一个 引游私人的技能 就是用声音的方式 来去给予一些buff存在 好 OK那大家也知道 因为田山的一个主持节目 或者是我们的采访节目都一样 都会有一个小小九州环节 那么因为你也是刚来我们CODM 那我想说 我这边出个小小简单的题目 就五个问答 这个五的题目 还不是一个题目 你必须要回答五个答案给我 那这个答案如果没有答对的话 就有可能会有我们的惩罚环节 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 我愿意 但是请你轻轻召唤我 我愿意 我愿意 好没问题 那么请你大概 说你现在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战术 的指令 说出五种指令出来 就是如果一个对我 对没说没说 就是如果队伍之间他们要现在要进行一个战术 那个战术叫什么什么 大概五种就可以了 绕后 冲点 对是 慢一点进点 嗯有点 慢一点进点好像不太算是 它有一个更专业的素质 下点 嗯 下点 这个是断后 这是你刚刚第一个答案的 有点像是绕后的一个那个选手会做的动作 我想一想还有什么充电 架点 然后还有 嗯这算两个 这个两个 我再想一想 绕后刚刚三个 我们有时间限制吗 绕后也算 我们最后十秒 最后十秒 好好好好好 分彩 诶 分彩 分彩算吗 嗯 分彩可能还不够详细 分彩的话会更 更更更浅 如果更深的一点就是 分配的所有的节点 一个人彩点 一个人节点 这样子 这样我算也四条了 可是你第五个 好像点久 再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哦 第五个让我再想想想想想想想 三 还有就是放对方进点 一 诶 这好像不太对 嘿嘿嘿 OK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个算是 副节奏的一种 或者是叫变咒战术 当我们节奏突然转慢转进的感化 这有点算是这种感觉 好的没关系 你这五题有四题我觉得有点接近 但是我觉得 慢慢积极的话 后面会更接近我们的 所谓的 现在专用的战术 好 那可能就是没有过吧 那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惩罚环节 我觉得观众应该 比较想要看一惩罚了 这个老烈 好 那么我们的惩罚环节 就是 诶 智德上次女主播是个可爱舞台 那我们这次来一个伴手三连拍 好可以 可以吗 正好 好好好 对 你可以赌给我 那么我们刚刚的惩罚环节 大家应该看得非常过瘾 不过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东西 因为经过我的天三好几次前面的采访选手 我们就实实的去聊一下 请问他们对这位 小姐姐的一个想法究竟是如何 那么小姐姐我们的第一位 我们的国风少年 对这次狼队的国风少年提问 请问在CODM里面 你最喜欢的四位选手 哪四位呢 四位选手啊 我先给唯一算一个 Derek打得非常强 然后还有就是倒戈 啊 这欺骗我感情的倒戈是不是 谢谢你再就是 会暂时去休息一下 如果没有倒戈的话 今天我就不会出现在这个采访间啊 非常感谢 啊原来是他 是的 原来是他 是的 是的 那第四位的话 我脑海中闪过了很多名字 让我想一想 让我想一想我想我想 我想不出来了 佩佩 佩佩哦 狙击手佩佩 嗯 OK 是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打狙的人 所以我对于狙击手 打出来的精彩操作就会觉得 哇哦 好养师这样的感觉 当然了 其他位置也非常强 这个后面这一个补充有点委婉了 没关系 但是 好 那这个Long King 我想说 那你除了刚刚那四位选手之外 你还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首歌是为了选手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凤年之歌 哦凤年之歌 诶 就是大家很想念他的那首歌 对对对对 对对 凤年 用转音笔号 这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看 诶 说不定哪一天 在赛评上面可以表现一下 这可能得什么时候 我解说到非常嗨的时候了 说不定哪一天 哪天选手会帮你自己唱 就知道他们在唱什么 OK 好那么第二位选手就来自了 DYG里面的某位阳光青年 那他有提问过 你在里面的就是决胜 决胜里面就是CODM里面的操作里来说 你最喜欢哪个样子的游戏 我很喜欢CODM里面的各种身位 就比如说滑铲 然后各种走位啊 包括跳 这样子他去躲避伤害 他比起普通的FPS游戏来说 是考验枪法 CODM还更多的有一个身法在 我觉得他灵活性特别高 没错 因为包含了一些技能上面的操作 如果你没有用身法去躲避的话 你就是一下都没有 基本上那个画面就是一秒带过 但是如果你可以裹过别人的枪线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画面会在大家眼中去做的技能 那确实是不错 是的 而且是一个让人感到脑内非常舒爽的 一个反击画面吧 比如说你一个身位 躲掉了对面的一缩子子弹 趁对面换枪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反打了 嗯 帅 就是帅 除了拍手跟佩服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懂你那感觉 是 OK 好 那下一个就是来自HPG里面的 很爱看时间的一个选手提问 请问TEN小姐姐能不能加你的微信 不是我问的哦 是这边选手 这边选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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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嘛 一个是我们 你也有我的联系方式 另一个是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不考虑通过你来要我的联系方式呢 自己来找我好吗 OK OK 好知道看时间的选手 知道了 好 谢谢我们的叹息小姐的啦 那我们的第八题准备要开始 就是因为刚刚来说的话 其实就算是个小小的小插曲 对不对 我第八题 我们想要回到正题 就是从解说之中嘛 因为你从任何游戏 解说到我们这一款游戏过程 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的话就是一个节奏的把控不是非常好 因为之前我的游戏 我解说过的游戏里面有Moba 还有一些大挫砂 他们整体的节奏是没有那么那么快的 比如说我们的爆破模式 包括我们的热点模式 一瞬之间人全都没了 像这样的情况我之前是很难去处理的 也很少处理 那现在转到了CODM来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在这样一个一瞬之间大家都消失的画面当中 我要去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点来说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困难 那些就是你刚刚讲的棘手问题嘛 那比如是怎样的棘手状况 比如说爆破模式当中一个人冲出去 比如说我们的突击手卫 出去一穿三一穿二了 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然后他的队友很快就跟上把对面团灭了 一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很难通过你的嘴皮子来把它描述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总结又显得有一点马后炮 可是你如果把刚才已经发生的事情再说完的话 信息会有些滞后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很难去平衡 但是我会在未来慢慢的去考虑怎么样平衡 或者是挑到中间的一个重点来说吧 这也是蛮多在新人主播吧 我们解说过程的时候碰碰到 因为画面太快 它不像其他游戏可能慢节奏 它快节奏可能当你讲完的时候已经到第二场了 那是不是那个画面的时候大家要去回忆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过就像你刚刚讲的 可能会买花炮啊 或者是刚刚有些画面讲的又没有那么的精准 就会漏掉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确实就是我们可能在CODM的进出过程之中 会要被记得一些经验 我觉得有蛮多前辈你可以慢慢学习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好的 那么最后 碰奇小姐姐也可以告诉我一下 现在因为刚来新环境嘛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啊或粉丝说的一句话呢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来到CODM的包容 也非常感谢大家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那么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给我提出更多的建议 让我能够有进步空间 谢谢 好的 那么也感谢我们这次的碰奇小姐姐 也期待你未来在电竞的领域上面有个精彩的表现哦 拜拜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哦哦